大家好, 欢迎回到频道, 今天会继续讲RetroBats 之前做过快闪, 多谢很多朋友支持 应该出片的时候, 你们就快点收到 今天就分享一下, 如何去加 PS3 的游戏 因为有些网友之前可能跟我的RetroBats 由头开始整起, 或者购买了硬盘也好 还是要认识一点才能加到 PS3 游戏 因为不是直接放进去的方便 要继续一些东西, 所以今天分享一下 之前在Batazera 做过装 PS3 游戏 其实类似, 但有点不同 今天简单分享一下, 让大家可以自己继续 PS3 游戏 自己加也行 好, 现在开始 好了, 我把RetroBats 安装在 SD 卡里面 我今次做示范, 只是一个 64GB 卡 如果大家未懂得做RetroBats 或者未购买硬盘 要不就购买, 连几个下面都有 要不就看回我之前 第一集, 教大家如何安装RetroBats 那集 基本的那些要先弄 不在这里详细说 如果你是弄了之后, 未安装 PS3 就由现在开始看 如果你是已经购买硬盘 或者已经弄了 要学习如何加游戏, 就可以跳到后一点 下面有时间约 就自己按后一点 我们现在开始安装 PS3 模拟器 我先开RetroBats OK, 进到RetroBats 有一个叫RetroBats 按进去 下面有一个叫RetroBats PCS3 选择这个 因为还未安装 如果安装了朋友就不用按这个 它弄出来 就会叫你 还未安装这个模拟器 是不是需要安装的 按S 等它安装了 对, 进到这里 就是这个 PS3 的模拟器 需要做什么呢 就先安装Firmware Firmware 非常简单 去回Sony 的官网下载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这样在Google 上打 PS3 的Firmware 最新的那个 第一个 PlayStation 这个已经是 按进去 现在应该是4.90 OK 那我们去选择 Update Using Computer 这个 接着下载这个 PS3 Update 我应该下载了 大家按照这里下载就可以了 对, 我的已经在这里了 我先放在这里 它是一个叫ps3update.pub 的 file 来的 那我先放在卡里面 容易找到 那我去回到这里 我们怎么安装呢 左上角 接着 Install Firmware 接着呢 就找回我们 刚才这个 PS3 Update 选择这个 Open 安装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这个 好了, 搞定了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就完成了 那接着呢 我们 需要 订阅控制器 就是这个 Pad 这里 如果你是 好像我这样 用这些游戏掌机的话 就 按 X Input 可以了 那再在这里测试一下 就可以了 要不然就 Keyboard 也可以 对 其他, 譬如 用了 Bluetooth 做 PS3 手掣 有 PS4 就订阅这些 OK 就 save 了 那就可以了 对, 已经 Setup 完了 那 接着呢 我们就要把游戏 如果大家是 购买了 Hard Drive 的朋友 已经 Setup 了 就是这一部分开始 好 那我这里 先退出 再出到外面的 Windows 容易选择 好了 那 这里 就不方便 和大家分享 如何下载游戏 找 靠大家自己 Google 搜寻一下 或者自己 在原装碟 备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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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PS3 的游戏 有三种方法 有 ISO 有 Disk Image 的方法 亦都有 PKG 是 Digital 的方法 那 这个模擬器 只支援到 Digital PKG 那些 可以安装 或者 Disk Image 才可以 那 ISO 那些是不可以的 是要另外解压完才可以的 那 这里 我不详细讲 因为很多 都应该找到 Disk Image 那 Disk Image 是如何的呢 好像我右边那里 那 你按入它里面 又有 PS3 的游戏 又有 Updates 可能也有些 DLC 等等 那 不一定有的 DLC 那 它主要是读来 Game Folder 里面 User Directory 这里有一个 Eboot.bin 主要是读这个 那 我今天拿来 GTA 5C 因为它有这些 PKG 档 教大家如何安装 PKG 对 OK 那我把这个 拿进去 好 需要点时间 稍后再回来 游戏我过完了 我刚才不记得 有没有说到 可能说漏了 游戏是需要放在 Retro Bash 里面 不是放在 ROMs 放在 Emulators 其他那些 游戏是放在 ROMs PS3 不是 放在 RPCS3 里面 里面有个 Game Folder 放在这里 OK 是的 记住就是 一个 Folder 里面是有这些 是的 OK 这样 我们可以开回 PCS3 的母耳器 可以直接在这里开 都可以 这样 我现在直接在这里开 它已经充电了 这两个图 再来 如果有些 DLC 或者更新的 是如何安装 就在 File 这里 按 Install Package Rap 或者 Edents 这些 就算是 PKG 的整个游戏 都可以这样安装 按 Install Package 找回来的 Game 我就是 GDA5 里面有 DLC 接着就按 这个 按这些 PKG 安装就可以了 这样按就可以了 如果它有很多 你可以 Select 所有 然后 Open 一次个 Install Package 都可以 OK 安装完之后 其实在这里 已经可以开始玩到 这个 PS3 游戏 但是 在 RetroBags 里面 就还未显示出来 就还需要多一部 我们现在就做完这一部 靠测 接着 RetroBags 去 RetroBags 这个 Folder 里面 有个叫 BagsGrui .exe 我们开这个 对了 再开这个 M3U Creator 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 PS3 和 XBOX 3 2 都要做这一部 XBOX 3 2 我迟些再分享 接着在这里 掃测 它就会 detect 到 刚才我放那两个游戏 这个 Game Names 就自己打进去 对了 这里就会在 RetroBags 那里 又可以选单 那里 展示出来 所以你喜欢叫什么都可以 对了 那我用回这些 这个 GT A5 我就这样描写 对了 做给大家看 接着 OK 之后呢 就这样 generate 对了 OK 这样就OK了 交叉先 我们去回 我们现在就在 ROMS 里面 刚才应该显示给大家看 在这个 ROMS PS3 里面 是本来没有东西的 刚才 January 了 就 January 了 这个 Dot M3U 这个 file 这个是可以用 Text File 开 在这里 你就这样按 Notepad 就可以了 然后里面其实是有一条 Link 告诉他你要走去这里 读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 对了 这个都一样了 而这个 Dot M3U 之前这个名字 就是在 RetroBags 里面 展示出来的名字 那我们再开我们的 RetroBags 现在 对了 已经有 PS3 了 两个游戏 它还没有图 那我们可以固定它 按右键 然后按 Scrape 再拌一下 再拌一下图 再拌一下图 对了 看到有图 有视频 就选拌这个 下车 下车 OK 接着这一只 也不断刮 刀 有时你打错字 它未必能出到 下方按 Input 这个也是特意的 这个也是 回答對的名字 這樣就能夠推出 找回第五個 這個,這個又有圖 按這個下載 就是這樣做圖 我們現在開一隻來看看 第一次開的PS3遊戲 就需要長一點時間 就算我幫你們製作那隻Hard Drive 第一次都是會長一點 之後就快很多 好了,今天就在Retro Battle 安裝這個PS3遊戲 就是這樣 大家如果想自己加遊戲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加 還有什麼問題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 請大家不給個like 別按訂閱 按訂閱 再按按鈴鐺 我新片就會推薦大家 如果想請小鈴鐺 咖啡的話 歡迎透過支付寶 或者PayPal 或者直接加入Patreon會員頻道 詳細資料下面有 好,謝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